大家好,我是PandaBun的熊貓 其實近幾個星期都因為香港的政治形勢問題 都很影響心情的 但是因為昨天有些事忙的關係 就沒有刻意留意在金鐘那裡集會的消息 今天早上才花了兩小時左右 去追看一些新聞、記錄、資料等等 就更加令我覺得坦定不安 雖然我一直在想 其實我這個也是一個Gaming Channel 大家來看可能都是為了一些打機的影片 或者是打機的情報之類的東西 所以或者我應該 所謂很專業地 如想跟大家分享我 一些今個星期玩了什麼的東西 所以其實本來我想要講的內容都已經寫好了 但是經過今天下午和晚上的情況 都可以叫做急轉直下 我想大家都沒有什麼心情去看人打機 尤其是可能是香港觀眾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地方的觀眾 香港的觀眾會比較切身 如果你有留意著一些新聞之類的話 我自己也是不斷在這裡 按Facebook的refresh 以及一些新聞的網站 去想看一下最新的情況發展成怎樣 我自己沒有去到參與這個集會和示威的 一來我自問在此時此刻 我不可以接受這個法律上的責任 我覺得自己不可以 二來我也對於最初說 好像在應該是星期五晚 有人最初闖入了公民廣場的事件 未夠了解 而且未夠了解 所以不敢說百分百支持 但是我對於之後這兩天來 警方對示威者或者其他參與集會的人士 所使用的武力是絕對感到意外 和很震驚一下的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我的雀眼點是面對著一批和平集會 和平示威的平民 都需要到催淚彈 甚至是可能用了橡膠子彈這樣 究竟這是代表著警方的無能 還是當中有什麼計劃有什麼容易呢? 但無論如何 在今天看到的畫面 得到的消息來說 我是再一次對香港人的理性 自律和克制感到很自豪的 我想我在這裡 也不想我認為我不應該在這裡 幫大家作任何結論 因為我自己看到的 接收到的消息 訊息都可能是不盡不實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新聞 不只是這個時刻 其他時間都留意多些新聞 而且不要只留意 就是你看開一個台 無線好、有線好、Now好 蘋果好、其他報章好 不要只看一個消息來源 盡量去接收多些消息來源 我在這個影片資料裡 會放一些我看開的新聞 如果大家有看開的認為是好的 請留言告訴我 我也想接收多些 這段錄音在2014年9月28日晚上的11點20分 錄的 今晚的結果會如何都還未知道 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無事 因為改變社會的路 其實還有很漫長要走 大家要保重 我希望我們在下一段影片再見的時候 可以不懷著一個沉重的心情